大家好,我是王群光医师 我制作了21集的中华自然医学 食物防病治病讲座 现在是讲第6集 讲题是人的母乳是低蛋白质食物 吃过多蛋白质会造成人体的伤害 所以呢,我们应该按照母乳来吃东西 按照母乳氨基酸的比例来吃蛋白质 这个表呢,最上面一个就是 4,6,4,7跟7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人十个月大的时候 他妈妈给我们喝的母乳 我们的基因就是这样定的嘛 就是46% 脂肪 碳水化合物46,脂肪47,蛋白质7% 那现在的营养学家把这个条件放宽了 蛋白质可以吃到10或者15这样 千万不能够太多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好像一部车 那你只能加什么油多少 有一个range,有一个范围不能加太多这样 所以蛋白质不能吃太多的 那我们来看,就是以10%来算 一个70公斤的人每天要多少蛋白质呢? 因为70公斤的人一公斤体重要30卡的热量 所以他一天需要的热量大概是2000卡 那么2000乘2乘10就等于200大卡嘛 蛋白质啊 200大卡的蛋白质 200大卡的这个热量要来自多少蛋白质呢? 就是除氏 因为一公克的蛋白质会产生4卡的热量 所以是50公克的蛋白质 好,大家听好 70公斤的人一天需要50公克的蛋白质 你就算15%好了 差不多一公斤体重一公克的蛋白质 这个是基本的需要量 好,我们来看这个表 这个表是100公克的这个米饭啊 吐司啊,肉啊,等等 我们蛋白质 我们就看这个肉好了 这个肉 它差不多蛋白质的这个量是20左右 后面还会再提到 就是说 一个100公克的这种瘦肉或者鸡腿 差不多大概16啊,18,20几这样 就是蛋白质的量是这样 大家看这个黄豆的蛋白质量也不少 100公克还有36公克的蛋白质 那么其他的一些米饭啊 这些就比较少 像这个鸡腿它200公克 200公克呢 它大概就含40公克的蛋白质 所以你一天大概一个鸡腿这么大的这个肉 大概就够了这样 200公克 这个是一些收集来的这个资料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这个粗蛋白 各种肉啊,差不多就是 18,19,20左右了 大家吃肉的时候 你就想说 我吃100公克的肉 大概可以得到 20公克的蛋白质 你心里再默念一下这样 可是你吃一个蛋呢 因为一个蛋大概60公克嘛 它的这个蛋白质 占掉48% 所以它一个蛋的蛋白质 只有6公克而已 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 这个就是各种的这个营养的成分 你看这个下面蛇肉也是 蛋白是19嘛 田鸡21 蛇腿肉18% 大概是这个范围了 那如果吃素食的话 我们要查一下这个植物性的这个蛋白质 它氨基酸的含量 那么如果是肉品的话 就比较不需要去查它的必须氨基酸 够不够这样 大部分都会足够 因为氨基酸 是蛋白质 组成蛋白质嘛 所以看这个叫必须氨基酸 条件是必须跟非必须 要做一个了解这样 那我们谈到说 油脂可以当细胞的材料 能量燃料 葡萄汤也可以 可是只有蛋白质不行 蛋白质它主要的用途不是当能量 它是拿来修复细胞的 好像一个建筑物的这个硬体 钢筋水泥 它不是当柴火来烧的 像这个细胞 它也是这个红色的就是蛋白质 这两层是 这个上面这个一粒一粒的那个 圆形的这个是油脂 下面这一层也是油 那么这个就是蛋白质 蛋白质形成了身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叫 protein一个结构 像一些运输系统 这些叫运输的蛋白质 密密麻麻的满部这个细胞 细胞膜上面 蛋白质是做这样的用途的 那蛋白质不能太多 可是我们有很多人自以为是专家 其实都知道的都是错误了 像这个阿金 阿金饮食 他们以前叫做 以为阿金饮食就是生酮饮食 其实不是 它提倡大量吃肉 提倡大量吃肉 像这个肉啊蔬菜啊什么 油他完全没有提到 他就是大量吃肉 他的油都是来自肉 所以这个是一个错误的饮食方法 阿金这个人呢 他在1972年 提出出书 也卖他的自己的产品 可是呢 最后食以他自己的食谱 他使得说 胖到117公斤 BMI36正常只有18.5到26 他肥胖 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脏衰竭 施以心肌梗塞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知道 蛋白质 它吃下去 有一半会变成葡萄糖 所以跟吃这个 淀粉其实也没有差很多 还更糟糕 因为这个 你就算不吃东西 我们身体的蛋白质也会分解成 这个 葡萄糖来使用 还有蛋白质就是一个很劣质的燃料 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好燃料 为什么呢 葡萄糖燃烧 脂肪燃烧 都会产生水跟二氧化碳 是一个干净清洁的能源 可是蛋白质就不吃了 蛋白质 它除了产生能量以外 它会产生尿素 尿酸 胺 盐 种种不好的废弃物 比方说 其中一种很重要的代谢的东西 阿摩尼亚 还有尿素 阿摩尼亚是由肝脏器解毒的 毒性很强 所以你肝衰竭的人 蛋白质不能吃太多 不然会很容易就肝昏迷了 这个尿素蛋 尿素蛋 这是由肾脏排泄出来的 所以说肾脏不好的人 蛋白质也不能吃多 那么大部分尿酸高的人 都是蛋白质吃太多 所以知道说 我们如果说 想要靠这个蛋白质来得到能量的话 就好像你去拿那个枕木 铁路的枕木拿来当柴火 烧不起来 要废掉很多很多的能量 产生很多忌妒的东西 这个是不合算的 像这一个小朋友 2017年11月16号的媒体报道 有一个21岁的妈妈 她为这个三个月大的小孩子 吃这个高蛋白奶粉 因为她自己有练这个身体 吃这个高蛋白奶粉 事实上那个是一种错误 结果呢 小朋友就引起这个 全身瘫痪无力 电解值严重失衡 好像肌肉溶解症一样 差一点快没命这样 所以说这个蛋白质不能够吃多 你看我们这个小朋友 由这个一出生到长到一岁 就算如果妈妈奶水够的话 就算她完全不吃任何副食品 都可以长得很好 这个时候呢 蛋白质也只有占能量来源的7%而已 所以蛋白质是不必太多的 蛋白质你看小孩子 有一岁成长到三公斤 成长到六七公斤 他都不需要吃很多蛋白质 成长阶段 那我们长大以后不需要再成长 鸡肉啊什么都不需要成长 能够补充一些 缺损失就好了嘛 所以根本就不用吃太多蛋白质 不要有蛋白质缺乏恐惧症 再来呢 我们谈到这个 蛋白质是最适合当成这个能源来储存的 因为葡萄糖没有办法储存 我们能够储存的葡萄糖 大概包括肝糖只有五百公克 五十二十两千大卡 一天就用完了 那脂肪也是不好储存 你储存脂肪就储存在肝脏嘛 脂肪肝 储存在内脏也不好 内脏脂肪高 体脂肪高都对身体不好啊 对不对 最好的储存方式就是蛋白质 可是蛋白质要怎么储存呢 不是说蛋白质不能吃太多吗 其实很多人以为 练身体吃大量蛋白质 可以增加肌肉量 这个真的是大错特错 吃出一堆毛病 我看过很多人吃大量蛋白质 吃到最后一发不可收拾 如果想要得到肌肉 只能靠微创伤 微创伤锻炼 怎么讲锻炼呢 我举个例子来讲 就好像你一个墙壁 有一个水泥这样 他看到有一个裂缝 他就给它补一补 就用那个水泥补一补 久了以后呢 那个墙就肥厚起来了 墙就变成比较厚这样 一直补 那我们人也是一样 你那个一直拉 一直动 这个会有肌肉的微创伤 我们的免疫细胞 就会来给它用蛋白质 给它修补起来 修补起来 久了 肌肉就肥厚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因为葡萄糖 可以变成蛋白质 蛋白质也可以变成葡萄糖 这个是互相转换的 事实上我们所有的这个 碳水化物 葡萄糖 脂肪之间都可以互相转换 这个很重要 还有就是说 为什么心脏 肌肉很重要呢 因为它是第二个心脏 你走路的时候 如果你肌肉很发达 你的心脏就比较不会那么劳累 它也可以胖部 让这个血液流动 还有肌肉流失 的危机呢 常常就是没有用 比方说我们打石膏 这个肌肉没有动的话 你两个月后石膏拆下来 那个脚都小了一半 打石膏的那一脚 就是萎缩了 就骨质疏松了 这样 所以说 我们人 吃东西 不是说吃饭 黄地蛋 还是要按照你的这个 你的油脂 你的这个DNA是怎样 你就要怎么加油 今天我们是谈蛋白质 蛋白质千万千万不要过量 这个就是第六集的内容 欢迎 谢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